关灯关灯 哇哇刚才看到了吗 什么呀 屏幕有个东西飞过去了 刚才屏幕有个东西飞过去了 没说那是一个虫子 应该是个虫子 这样挺有氛围感的挺好 后面啥也没有 有什么东西我会及时提醒你 你放心吧 不吓人了 其实要是后面真的有什么挺好的 说明这是我哥汇报了 这个蓬神显灵了你知道吗 开场我被客气了 你之前的录音之前都吃了吗 看心情 看心情 比如如果心情很好 太好了 差不多了 但他们会走了我不再吃了 我把今天在云南上的歌词都打好准备好 现在还不能卡了 一拍那个相声 那相声还挺好闻的 我现在目前能透露的就是说 这首歌是一个关于梦的一首歌 但是具体的内容吧 我们晚点再聊 因为现在要出发去录音了 准备出发 现在我们在出发去录音房的路上 手上拿着准备好的歌词 然后今天想的状态感觉还可以的 但是今天天气其实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适合录歌的 而且是有一种一种阴沉沉的 有点忧郁的感觉 所以我这首歌是 情绪上是有这么一点搭的 所以我现在一会儿准备 多看一看外面的景色 来找一找这种阴沉沉的感觉 这是一个关于梦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梦的故事 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求而不得 然后女士只能买一个梦去梦一家 然后这段时间我去编织老师家去的 得有三四次吧 第一次我们是从晚上八点多到 跳到了早上五六点 回家吃了个早饭睡觉 最开始是两个旋律 就是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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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这个亮子旋律 然后就开始先做了变曲的一个东西 层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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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的画龙点睛 哈哈哈 那个签 挺好 挺好 一百四十三个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三点十三分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第三次 我们第三次搞不清凶歌了 今天录了很多吉他 然后还做了一段rap部分 另外rap部分 今天新做了一个 反正我觉得会给人眼前一亮感 好绿心 我其实这个点我还在丢ronics 就是如果说比如我要唱的 可能是 如果要是叠着那门路的话,现场 我要来做十个佛冲 是有用的吗?这个真的有用的 八百妖冰笨百坡 套冰冰牌,北边跑 妖冰怕痛,泡冰怕 泡冰怕 这首歌是基于一个故事,基于我身边一位朋友的故事 他高中的时候暗恋另外一个人 然后之前发生了很多故事,比如说在姑娘社上偶遇这种事情 然后呢,当时就会有一个想法,说既然我见不到你,那我就买一个梦 到你的梦名之间,所以就订了买梦的人这个题 你不认识吗? 你不认识吗? 基本上我们把想要的东西都录完了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就看我们 肯定现在达到九十分了嘛 那我们肯定也想要九十八分的 九九分的,对吧? 总是要往好的名人再去逛一逛 所以我们要不 然后再约个时间 再多点 那各位老师都有时间吗? 不如明天就再来一趟 好 没错 其实一开始说实话,接到这个企划了 可能就是说,接到诗超了 然后了解了一下 可能还是接触下来觉得诗超本身 跟少年嘛 然后他身上所带的所有少年气质的东西就在这 可能是如果我跟别人做的话 我会觉得买梦这个人的概念 其实并不是那么适合去做一首歌的展现 因为其实它很大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是这个年纪段的去做 它反而是一个合适的主题 当你成为一个30岁的人的时候 可能已经很难去再描述那个场景 所以他合适 可能以少年的口吻去说 他才合适 他才天真浪漫 像我们就可能 我觉得我也挺浪漫的 就是我们写的当中可能会更现实一点 就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稍微会很浮胀 对可能努力这个词在他们过来就是说 可能只是我坚持我喜欢的东西 但诗超是真的对音乐很认真 他自己主动会不去扩许我要做什么东西 但其实说真的是因为诗超本身自己也很积极 那我觉得其实看到这种现象之后 可能自己也会有些触动就觉得 啊 那歌一定要做好 好 倾注更多的心血 然后跟他一起去做一个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满意东西的 包括过程当中他自己有很多想法 但是他也会先听 包括追老师的编曲什么东西的 郑老师教学什么的 我觉得他都有在吸收 但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不太愿意去花时间慢慢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首歌值得去听的是 就是傅思超他的个人的一个突破 因为他之前自己无论是在某些节目里面 还是他自己做的歌 可能曲风或者整个的调性 跟这个歌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歌无论是从各种角度 而且我们一个团队 给大家去花的时间去投入 去抠各种细节 去设计 去编排 去调整 去优化 我觉得这首歌他自己个人突破了 所以特别值得大家去听 可能一般的人 包括很多歌手 其实都会很诧异 我们录音会录那么长时间 甚至两天 但是我们基本上第一天八九个小时 今天也是差不多 也是那么多个小时吧 对吧 就是我们是逐字逐句的去处理 就是我们追求细节 就追求的非常的极致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就是值得大家去 好好地听听 就是我为了追求那个录音时候的感觉 我把灯关掉 没没没没人想被我吓了 然后然后结果老师跟我吓了 吓死我了 推荐给我朋友 我写的我唱的 你不听吗 录的胡子都长出来了 听听吧 求求了 胡子都长出来了 录的你这样 我录的录都在长胡子都会 我觉得这首歌 就正好像他买梦的人这个主题一样 现在录完这一刻 居然就会有点冷 好像昨天 今天两天都在梦里 我们踏踏实实在这边 好像是在这做梦的东西 就不是说在做一场梦 是好像大家都为了这件事情 在努力奋动 去做一个这样主题的歌 我们好像就要再做一个很大的梦 会有一种 啊 梦要醒了吗 我觉得歌词真的就是会在这一刻 会打到你心里面 觉得 是一个人 不管他是一个少年 还是说他是一个成熟的人 他在认认真真的 把自己心声写出来 那你值得一听的一首歌 OK 那么大家想知道 小范老师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来这首歌里面找答案吧 了 咱俩 咱俩 感谢观看